李秋平好聚好散 这样那我没有意义 不行 一星期 就一星期的时间 让我们两个 都好好冷静冷静 如果到时候 你还是坚持离婚 我也就不勉强你了 我想听一句实话 不为过吧 多长时间了 你觉得我很好骗吗 就发生过一次 真的就只有一次 我当时喝醉了 真的就是因为喝醉而已 因为她年轻漂亮 不是 那就是你为人夫为人妇 不讲道德不讲责任 下半身只会大脑了 我承认 我承认可以吗 我承认我犯了错 我也一直很后悔 你可以骂我 你骂我自私 骂我无知 骂我不负责任 我全盘接受都可以 我接受 但是我跟她那 那不是感情吗 那就是一次冲动 互相寻求安慰而已 等一下 寻求安慰 这是什么意思 从何而来 我今天不是输了几个官司吗 客户也丢了 你也知道我压力很大 你的意思就是说 我不理解你的压力 所以 因为我不理解你的压力 所以你跟别的女人上床 所以你的出轨 是我造成的 不是 不是 我理解你的压力 我想帮你分担啊 我为了帮你分担 我工作都辞了 你觉得这还不够吗 你的分担 就是告诉我哪里做得不够好 告诉我下次该如何改进 你又接了几个新的客户 家里收入不会有影响 苏清 你有没有想过 我是个男人 我也有自尊 也许从头大尉 我想要的 不是一个合作伙伴 就只是一个老婆而已 这件事情是我错了 我错了好吗 我保证 我保证绝对不会有下一次 我保证 可以吗 我保证 你 什么意思啊 就这个意思啊 我们还有两个孩子 孩子怎么办 我可以弥补 我完全可以弥补 我们又不是七老八十了 这件事情我绝对能弥补 我们大可以重新开始 对不起 我有洁癖 我不同意 那我们两个人 只有一条路可走了 请你这段时间把工作安排好 免得耽误出庭 我同意 我同意 让你又护着我 小雯 对不起 你的生日八天 妈妈没有办法帮你看你 妈妈怎么啦 对不起 妈妈怎么啦 妈妈心里 很难受 我 我 蘇利您找我 小美你进来 小美 你帮我整理一下这些客户资料 到底是谁在负责 项目进展 越详细越好 好 小美 昨天晚上我给你打电话 你没有回 我昨晚睡得早 电话没有开声音 对不起 对不起小美 不管你接不接受 我今天 必须向你赔给道歉 苏绿 虽然我业务能力一般 但底线还是有的 对不起 没事 我能理解 你也别多想 那我先去忙了 谢谢 一律 怎么来了 我 我想跟你聊些事情 在家里不太方便了 随便了 我们不太方便了 所以我想了想 关于客户 关于人事 我们分家吧 你都拿走 你想回来工作就回来工作 你要是真的不想看到我 那就换我回家带孩子也可以 这种不切实际的话 你就不要去说了 我知道我做错了 但是我也说了我不想离婚 不愿意失去你 我也不愿意失去这个 我们好不容易 我们好不容易打拼 经营出来的家 李修平好聚好散 这样那我没有意义 不请 你心情 就一星期的时间 让我们两个都好好冷静冷静 如果到时候你还是坚持离婚 我也就不勉强你了 行吗 妈妈 我想吃熔岩蛋糕 你好久都没有给我做了 行 明天给你做 顺便给小玩也做一个 嗯 明天你不上班吗 啊 上啊 我是说要晚点儿就做 我看你做蛋糕这么开心 不如辞职开个店吧 之前是有过这个梦想的 可是开店的成本太大了 既然是你的梦想 就这么轻易放弃了吗 我现在呢 自己能够吃好睡好 顾好我和小杨 就已经知足了 梦想 跟我没关系 年纪大了 喝啤酒会长肚子的 自从生了孩子之后 这肚子就没回去活 跟啤酒可没关系 你这么晚了不睡觉 是有什么烦心事吗 有 我室友让我很兴奋 为什么呢 你这个室友 长得漂亮 性格又好 还会烧一手好菜 他老撒谎 卢老师 他已经痛改前非了 真的 最近 是动了你几罐啤酒 可是顶多也就三罐 最多超过五罐 新工作很难找吧 看来不管我怎么努力的演戏 也逃不过你的火眼金睛 那你打算买小杨多久 小杨是个很敏感的孩子 我不想让他担心 总以为找到新工作的 就可以瞒天过海 可是我真的没有想到 我这个年纪找工作怎么就这么难了 你终于碰到一个合适的吧 上班时间能照顾孩子的时间又是冲突的 烈坏了吧 明天还得继续努力 这周围三公里的单位不要我 我就去周围六公里的 你真不打算开一家蛋糕店吗 开蛋糕店的成本太大了 之前任性 是因为我妈在 还有人帮我拖地 现在为了小杨 我得脚踏实地的 不能糟蹋前 也不一定就是那种店面的 你可以尝试一下网店 算了 反正 你也不会尝不到我的手艺 对了 我准备给小杨尝试一种 新口味的蛋糕 大不了一起做 我帮你 你也不会跟你说 你会让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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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你 你会找我 我还没想到 你会找我 你会找我 我 你会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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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会找我 你会找我 在你们考虑的这段时间 我们是不是能够 暂时在孩子面前维持和平 一会儿我们回去就说 白天一起上班 晚上还一起看了场电影 看场电影 多长时间都没看电影 最近有几部好像还不错 我看这时间还有 要不我们就 就撒个谎而已 一周时间改变不了什么 我们回来了 爸爸 妈妈 你玩去哪儿了 去看电影啊 你看 爸爸还给你买了一个新玩具 你超厉害的 来来来 哇 这个啊 很棒的 你们看什么电影啊 一部动作片 那谁演的呀 搞不太清楚啊 就是 陈龙 刚看完怎么就忘了呢 坐这儿做完了没有啊 抓紧啊 写完了 写完了 小鸭子 下次我要跟爸爸妈妈妈一起去看电影 好啊 下次爸爸带你 还有哥哥 咱们一起去看动画片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爸爸以前太忙了 但是我以后一定会多陪你们 放心吧 你看 喜欢吗 喜欢 那没有哥哥的忙 小 晓芙喜欢吗 你爸爸明天也去给你买一个 我不喜欢 小孩才玩 他不喜欢 我们自己玩 你看